悬崖绝壁中的白莲教古寨你见过吗 在内垂直地道又是通向何处 在四川自贡青龙山 就有这样一处甚为隐秘的山寨 为了弄清实地情况 我们找到当地唯一经过此寨的村民李大哥 这个大名山啊 有这个八卦图 八卦图 有八卦图 有八卦图啊 有八卦图 还有这个有包茧 有包茧 白莲教曾经在这儿 就是你看嘛 这下面 这中间是一个滑宝板 周围有滑板 这是白莲教的图案 八卦图 在听过他的介绍后 我们决定所降其中 探明在内情况 穿越数百年前的垂直地道 一探究竟 这个青龙寨子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岩壁之下 我现在呢已经做好了锚点 我作为先锋啊 先去探路 就从这里下降啊 好了 开稿 做好了保护 我们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这里是一个副角度 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是30多米 这里下去应该就可以到了个寨门了 因为我们用无人机探光度 好了 马上下降 那我作为先锋已经降下来了 现在小大猛了 正在下降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降的呢 是刚好在这个青龙在外面的一条悬崖走道上面 也就是一个平台啊 我们可以从这里 往左右探索 大家可以随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 这边是有一个地道的 从这里进去 有一个地道 然后在这边呢 是有一堵石墙 这石墙上面有三个撩望孔 然后再看这边呢 这边应该是一个远古的城门 但是现在由于上面的这个落石啊 已经把这个门堵到了 不知道这下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我们待会儿逐步探索啊 然后大家看这边 这边呢 这个走道一直过去啊 就可以通到那边用无人机航拍的那个最大的石门那里 从这边过来啊 这边可以看到 鱼衣山石门 石门这里呢 分成了很大一个厅 而且有很多的通道 从这个旁边的这个孔来看的话 这里曾经是一个阁楼 这是下面一层 这是二层 我们从二层往那边探索 这上下都是贯通的 这边还有一个壁栓 咱们继续前进 看那边有一个窗户 这边有石台阶 这上面呢 也是开凿的有一个二层 这应该算是三层了 这上面有一个石门 就是我们用无人机看到那个石门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说 对那是一些奇怪的稳 爬上来了 大家看 现在小张宗在这里 这位大哥也进来了 那是咱们的粉丝朋友五个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石梯 我们先来参观这边的风景 这个石门呢 看起来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 这两边都有这个门柱孔 这边也有 而且它是采用了这个石坊木的一种雕塑形式 我们再看这个下面有一个门柱孔 然后这还有这个封门石 我们继续前进 看一下外面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树井 深不见底的一个树井 这个树井看起来有十多二十米深 然后这就是这个城墙 这个下面是悬崖绝壁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手南宫啊 我们看这个城墙 好大的这个黄江石 做的这个城墙 再看这边 这里曾经应该是有一个神梯 这样下去 哦 这上面有个八卦 天哪有个八卦 这就是打过说的一个八卦 哦 打包检在那里 这面边啊 哦对对对对 保险上面还有糊润哈 哇 这双剑中间有一个八卦 这个八卦是先天八卦 咱们继续探索其他的地方 这里是一间石室 这里曾经是应该是一个门房 而这里是一幅当关 万幅莫快 而且这里有一个高度为 一米六左右的一个 瞭腕 瞭腕孔 也是射击孔啊 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对面的情况 咱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壁刊 这个壁刊是采用的上面是梯形 下面是一个矩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形式 好 我们 哦 这里是有两层石门的 三层石门 这个外面这个墙这里有一道石门 然后这边有一道石门 这中间经过这个门房啊 然后大哥站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一个石门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小心啊 满点好 没事 非常的帅 罗尼医生 想不想看 哈哈哈哈 我上来了 功夫不减当年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环境 我以为这里是一个骨藏啊 想不到它是一个天窗 这个天窗可以看到 上下三层 这里面应该是个卧室 听他们说在下面发现了白莲教会 咱们过去看一下 那边也是有个石门的 那边也是绝壁 走继续出发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层 他们在做锚点 应该是这里有一个树井 有字啊 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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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有字啊 有大门 有字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环境 看一下 哎呦我顶了 大家看好大一个树井 好深啊 这差不多20多米 这像一个井 像一个水井 像一个水井 像一个水井的 等大罗 等大罗 阿子慢慢地下 阿子 不是阿子 不是阿虎 阿虎 没事 白莲教会在哪里 这边嘛 这边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是白莲教的教会 白莲教会 你自己去研究一下 你去研究一下 吼 过来的去 哇真的 一朵白莲 下面有一个 矩形的这样一个器物 这不知道是什么寓意 这件石室的面积并不大 可能差不多是一个 你不要一屁股 我挤下去了 差不多是一个五六个平方 然后这下面 这就明显是一个暗室了 是个骨肠 阿虎到底了 这个有门槽 现在的话 应该这里是一个封门石 差不多有四层楼高 非之虚空 我不敢下 让粉丝先下 让粉丝先下去 给我打个院 让粉丝下去 看那个绳子劳不劳不 它的体重比较轻 所以下这个还是非常有优势 注意安全操作 我们这都是搞的专业的S2T 你下 现在小伟的粉丝 我们的粉丝要往下 下竖子劳 我这还不懂 对你看一下 当过去 分去 往下降一点 抓着大的树根 然后你去把绳子这样 实际拿过去 看一下之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下吧 注意安全啊 到底了吗 打过一条 有一个很奇怪的动物 你们下来看一下 好吧 好 现在该我们搞了 现在害怕也没有用 粉丝已经 这样下去了 现在阿智和坏小扎姆 他们准备下降了 我们就去参观一下 这左边的石室 这里上去有123456 六部台阶往上走 这里开着的有一个泳道 咱们继续深入 这个泳道里面有很多叶明砂的痕迹 可以看到那边有光 这里也是一间石室 这算是一个过堂屋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下降落下来的那个地方 看到的有三个尿网孔 这里 这里下去也是需要蹦下去的 差不多两米多高吧 哦 再看这边 这里是有三部台阶 而小扎姆刚刚是从这里钻进来的 咱们继续参观一下 这里应该是地下室的第一层 这里有一山巨大的石门 这个通道并不宽 差不多是一米二 高度还可以 高度有两米五左右 再看这边 这上面有个壁刊 哦 这个壁刊上面刻的有龙纹 哦 有龙纹 应该这两边是准备搞这个暴龙柱的 盘龙柱的 这边有一个佛刊 佛刊下面还雕的有香炉 也是依山而建 直接这样搞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里有一个小孔啊 出去 哦 这是一个尿望孔 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 那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下面一个壁刊 应该是平时放一些桶油啊 这些东西的 箱子之内的 根据当地的那位大哥介绍啊 他说这个树井下去呢 可以看到有一块石刻 就是记载了这个洞的来历和简介 说距今已经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咱们这时候 马上下去一探究竟了 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这个白莲教的旧职 小帐姆正在下降 下面啥子情况 下面这个树井上面呢 它还有一些人工开的一个痕迹 然后在这边呢 发现一个横向的一个痕迹 一个洞穴 但是里面并没有啥东西 你待会下来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这个树井呢 只成了一个瞭望坡里面长出来的 好牛皮哦 这个太少见了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走啊 看守下面的设计 我先下去了 慢慢的 不安全 这个树井的作用是什么呀 我感觉有可能是他们 逃跑的一个地道 有可能是 它有可能是借助这个大树根嘛 对不对 往下走 因为它这旁边的话 还有一点这个人工开的那种痕迹 哦 但是并没有看到石漆 这个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哦 你想开到这样的一个树井的话 需要多长的时间对不对 对需要大量的人工 哇 是 我就开始降下来了 你看这个石壁啊 被开凿得非常的光滑 我说下面看着黑漆漆的 这旁边呢 是有一个 洞道的 而且这个洞道旁边有一根树根 呢 垂直向下的 咱们继续下下 看一下下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 完美的路 看到没有 非常的帅啊 帅的屁豹哦 这里往上望的话 感觉非常的漂亮啊 我们学到这个树根向下看 这下面呢 这个什么样的环境 下面有一个地下通道啊 但是这有很多石头堵住的 这个通道非常的窄 下面小哥快来看快来看 什么东西 我看这里发现了一道大石门 有可能我们之前发现的寨子 所有的寨子都是石门 不是木门的 是石门 快来看 能动吗 石门 哦 能动 能开合啊 只要把那个地上的泥土一弄 就能开合 这还在上面 那个壳里面上起了 哦 慢走 而且我在这边的话 刚才我在这边还发现了这个文字 文字 写的是999年 我的天哪 公园 哈赫 赶紧下上 这下面发现了一个石门 走 马上来 走 不过幸好是越走越宽了 我是这样退着前进 退着前进比较好 你看一下 哦 这里真的有一扇大石门 非常非常的厚石 它的厚度差不多有20公分厚 这上面有很多火烧的痕迹 有可能这个寨子最后就是被火攻下来了 这个下面有很多泥土挡住那个门了 我真想把这个泥土清出来 然后把这个石门关上看一下 然后在这边呢 有文字 这是写的有 董朝罗 999年 上面写的公园前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这个门柱 这是我们近些天以来啊 唯一看到这个门柱 塞到这个门柱孔里面的这种景象 它这个颜色完全是两种啊 有可能这个石门呢 它是采用了更坚硬一点的这个材质 开打着的这个石门 这个三体呢 它就是一个灰扇岩 不然的话都用灰扇岩的话 可能这个石门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 石门呢 给它关上了之后 就把这个搞一个木料插在这里面 就可以把门锁住了 看到没有 它对应的也有一个门扇孔 而且这个石门呢 完全开了之后 它是进到了这个避开里面 它就非常的省空间 它不会碍事啊 现在阿智已经下降下来了 我们现在去外面看一下 这个洞 这是化身爬行动物 钻这种小洞我是非常的有兴趣的 因为这种洞 钻起来很有挑战性 而且这个洞口非常的隐蔽啊 这要是不是这个大哥介绍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洞口 这上面就是绝壁 就是青龙寨的 这个牙有多高 我跟你说吧 这个牙有多高 这个树径就有多高 对啊 这个牙可能有20米左右 差不多是一个五六层的 我高的高度 阿智在底下干啥 阿智还在酝酿情绪 摸一摸鱼吧 那到目前为止了 这个青龙寨就全部探索完毕 我们待会儿又随着这个洞进去啊 然后就随着绳子往上爬 这样就可以走出青龙寨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们视频的 别忘了点点关注 拜拜 拜拜